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五课的这个学习 我们在上一个小节呢给大家讲了 我们通过这个操作寄存器来直接实现我们这个点灯的实验 那么在上一个小节呢 如果大家下来呢把这个实验自己来做一下 可能会觉得我来看这个寄存器呢是不是比较麻烦 而且还要数这个是多少位第几位 这个操作起来呢确实比较麻烦 而且它的寄存器呢数量比较多 然后今天这个小节呢就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方法 来实现我们的点灯实验 也就是使用我们这个CMSIS的这个标准酷函数 好我们开始第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我们这个CMSIS这个酷函数呢 这个酷呢之前呢给大家介绍过啊 实际上就是ARM提供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酷 然后呢各个的芯片厂家呢 都要遵循这个酷函数的接口 来生成自己的一些针对自己芯片的一些酷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给用户来使用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这个CMSIS的酷函数 好我还是打开我的一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上节课那个实验的工程 不过把它挪路径呢改到我们的实验1.2 使用这个CMS酷函数时间点灯这个目录下面了 然后呢因为我们要使用酷函数了 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system下面呢 这个GPIO.C我们就不使用它了 因为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扩函数来实现我们的GPIO的操作 那么我就把它remove掉 removeGPIO.C这个文件 好那么相应的呢我们的这个 LED里面呢对这个GPIO.C的这个 .h的这个引用呢 你要把它去掉 好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加入 对我们的这个GPIO操作的这个酷函数 那么我们如何加入呢 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 之前给大家看演示过的这个manager run time environment里面 在我们的device里面 好我们看我们这有一个stm3q hl 就是这个硬件相关层这个叫做 硬件相关层 然后我们在这个硬件相关层里面找到我们的GPIO 好大家看我点勾选以后呢 这个GPIO被勾选以后 但是呢它显示的是黄色的 而且呢就出现了一个警告 也就是呢 它还需要 这个hl common 这个文件啊 这个酷它也是一个酷 那么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common把它加进去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resolve 好我们它就系统自动呢 就把我们需要其他添加的酷呢 比如这个common colex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大家看 power rcc 好我们把这些酷呢都加进来了 然后我们点击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vice下面啊 这个绿色的这个标签下的device 好大家看多了这么多文件 之前呢就只有一个.a4文件 和一个初始化的一个startup的一个.c文件 那么现在呢大家看一下多了这么多的个文件 实际上我们主要关注的呢 是这个hlgpl.c 因为其他文件呢 因为这个gpl.c 这个文件呢还要引用到其他文件里面 对酷的一些其他酷的一些调用 所以说呢 这边又多了些其他相关的一些文件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就讲了我们每个端口的一个 可以被配置的一些模式啊 这给大家 这说明了一个输入模拟输出第二功能 以及外部的一个中断 事件的一个接口 并且呢又讲了我们 在我们这个复位以后呢 这个第二功能和外部的这个中断口呢 是无效的 并且IO口呢 是配置成了一个输入浮空的一个模式 好这还有一些说明啊 这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下来呢 自己好好把这些 我代码之前的这个说明的好好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how to use this driver 讲了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driver 首先呢 大家看啊 他就讲了 我们首先呢 要使能我们这个gpl的hb总线时钟 那么他用什么 他用的这个函数 gplxclockenable 这个函数来进行一个使能 然后呢就要配置这个gpl 那么用的就是这个hlgpliit 然后呢 他在后续的这个部分呢 讲了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hlgpliit这个函数 这个呢 下来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这个一定要看一下 这样看了就知道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函数了 然后呢 如果就是讲了 如果有些外部的一些中断事件呢 要被选择 那么就需要配置这个nvicrq 以及他这个优先级的一个映射 对外部中断线的一个映射 那么就要使用这个hlgpliit 这个函数 这个呢 在后续呢 我们讲中断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到 好 后面的内容呢 这个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好好把它看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说的都已经很清楚了 只不过是英文需要大家下来呢 自己翻译来看一下 我这呢 就不给大家多讲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这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首先这做了些红定义啊 这个红定义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些判断 然后呢 就是gplmode各种模式的一个参数 它对应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是io mode 这是外部的一个 xti mode 好 这个这呢 给大家多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重点来看一下这个初始化啊 大家看这个初始化呢 实际上 它这一步呢 这个代码写的其实 其实很好 它首先要检查这个io 这个io的正确性 我们这个io呢 是否是在我们能使用这个io的范围内 所以说这个 大家在以后啊 如果要自己写些酷寒数呢 一定要对你的输入参数进行一个检查 这个呢 就是很好的对输入参数的一个检查 好这个下来呢 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asset 这个param这个的一个定义 好 好 我们接下来看啊 然后呢 它实际上呢 就是从0 一直到我们这个io的一个数 比如16个io 对它进行一个 一一的列举 把这个io列举出来 然后判断我们当前具体要使用的 到底是哪一个io 然后呢 判断出来以后呢 它就会对这个io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配置 大家看实际上呢 它配置的比 大家看这个model啊 大家看 它实际上配置的就是我们的内部的寄存器 也就是说呢 这个酷寒数实际上也是操作的这个寄存器 不过呢 它的代码呢 可靠性更好 因为它是由厂家提供的 就是比我们下来写的代码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个代码 好 我们 下面呢 我们就要直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 酷寒数的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led.c里面 好 大家看啊 这都已经报错了 因为 我们没有引用我们的这个 gpl.h这个图文件了 好 然后呢 把这些删掉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函数也没有了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函数 我们也不用了 好 也把它删掉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使用我们这个cmsi 是提供的gpio的一些酷寒数 来实现对我们这个led0对应的这个l端口的一个初始化 那么我们 之前在给大家讲我们这个gpio的这个酷寒数的这个使用方法的时候呢 也就是他我们前面的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使用步骤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初始化我们的这个时钟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gpio xclock enable 初始化我们总线对应的这个时钟 hb1总线对应的时钟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调用 gpio f 我们是gpiof 啊 我们是gpiof clock enable 好大家看我写了这句话以后呢 他爆出现了一个警告 就说这个没有定义 那么这个函数在哪定义呢 实际上这个函数呢 在我们这个rcc ex里面 他的这个投文件里面 对他进行了一个定义 好 大家看这儿gpiofclock enable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它这个红定义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 把它把这个投文件呢 包含到我们的 这个代码里面去 好 大家看我把这个投文件包含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 使能gpiof的这个总线的这个时钟 他这个函数 他这个红定义呢 他就没有包错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使用我们的这个gpiof 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 hal gpioiit这个函数 好我们看这个函数呢 他的参数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gpiox 也就是我们的gpiof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gpio初始化的一个 内型的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函数啊 首先呢 我把这个函数 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gpiof 第二个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给他 定义一个 第二个参数呢 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在这可以给他 定义一个 好,我把这个定义了以后 大家看这又报了一个错 就是我们这个定义没有被声明 那么我们要使用这个定义 实际上这个结构体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GPIO相关的投文件 也要包含进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投文件 GPIO.h 好,我们把这个投文件呢 把它包含进来 好,把这个投文件包含进来 好,大家看这个出入信息呢就消失了 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要对这个参数 好,大家看 它这需要传递一个指针 也就是一个地址 那么我们就给它传递一个地址 取它的地址 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对它里面的一些这个结构体啊 GPIO.i.i.t type.define的这个这个结构体 它里面的一些成员进行一个定义 好,我们首先定义这个mode 这个mode大家还有印象吧 实际上又是配着它的输入输出 那么我们是否要直接写我们这个寄存器呢 寄存器的值呢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投文件里面啊 GPIO的投文件里面 GPIO.h这个投文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上呢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 我们这个mode的 它的做了很多的红定义 给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出 并且是一个push pro的一个输出 推广式的一个出入输出 那么直接把这个GPIOmodeoutputpp这个值呢 直接付给它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这样呢实际上呢就定义了一个输出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定义它的一个速度 GPIO的这个是一个速度 始终的一个速率 那么我们就是要定义它的这个speed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投文件对我们的这个speed 它是怎么定义的 我们找到它的这个投文件 好,speed呢 实际上它分成了几种low 低数,中数,快数和高数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使用它的一个中数 好,然后 好,然后进行一个定义 然后其他的一些参数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它的 上拉下拉 以及呢 设置是否设成高阻啊 这些状态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给它设置哪些状态啊 大家看我们还可以设置成 模拟状态 第二功能 输入 以及呢 这个呢是中断的意思啊 这个是在上升延产生中断 下降延产生中断 以及上升下降延产生中断 这是产生事件 好,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定义 这个是定义它的上拉下拉 到这呢 实际上我们其他的也有参数的 我们使用它的复位值就可以了 因此呢 我们对这个GPLF的这个初始化呢 还有一个地方啊 我们还要指定 我们要初始化的这个IO PIN 是具体是哪一个PIN 是哪一个管角 实际上呢 我们要使用的是 GPLPIN9 好,这个PIN9 GPLPIN9是从哪来的呢 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GPLF的这个投文件里面 大家看 在这个GPLPIN PIN9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红定义 它已经给我们写好了 这个PIN9呢 它在我们这个 寄存器里面 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值 好,我们把这个PIN9 以及呢 输出一个推管式的一个输出 并且设速度设置成中速 然后呢 我们这个LED0呢 它对应这个IO 也就是GPLPIN9 PF9呢 就对它的一个初始化就结束了 好,在我们这家 完成初始化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把它配置成一个高电频 也就是让这个灯呢 默认 初始化完成以后是不亮的 我们如何来配置它的高低电频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到 我们的这个函数 我们的这个HLGPLWritePIN 这个函数 好,我们直接可以写一下 这个呢 第一个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GPLF 好,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GPLPIN9 第三个参数呢 GPLPIN 这个参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头文件里面 来去找一下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它是定义的一个 大家看 它是定义的一个枚矩 这个枚矩呢 有两个值 一个是 RESET 一个是SET RESET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0 把它低电频 SET呢 就是一个高电频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把它定义成一个SET 好 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过程呢 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对这个LED0呢 至高低电频 那么我们 如果要把它按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要让它灯亮 就是要把它制成一个低电频 就是我们的一个RESET 如果要让这个灯灭呢 我们就要把它制成一个 高电频 就是SET 好 这样呢 我们对这个LED的操作呢 我们这个三个函数呢 就完成了 这三个函数呢 就利用了我们这个CMASIS 提供的这些酷函数 来实现了对我们这个GPIO的一个操作 好 下面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代码 首先我们编译一下 编译一通过以后呢 就是对代码的一个下载 好 这里面呢 我把这个摄像头给大家打开 好 我们的板子呢 这已经在这儿 然后呢 我把这个板子的电加上 然后呢 我们点这个downloader 好下载完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按下复位按键啊 按下这个复位按键 好 大家看我们这个灯已经开始闪烁起来了 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点灯呢 这个实验就已经成功的实现了 好 实际上呢 我们对这个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这个写代码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主要就是修改了我们这个 这个LED0IIT这个函数 以及呢 我们LED0on和LED0off这个函数 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提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投文件的一个加载啊 我们这个刚才没给大家讲到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投文件 然后有很多是一些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system下面 我们定义的systemtick 有个systemtick.h的一个文件 还有我们的这个driver下面 LED还有LED.h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在哪找的呢 实际上呢 我在做我们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我再做了一个设置啊 在我们的这个cc++这个标签下面 大家看 在这个位置 我已经把这个include的path包含进来了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 好 你有一个新建一个path就是包含我们这个投文件的一些 位置 大家看我们可以直接选 选比如说coder里面 在driver下面 如果有投文件的话 那么我把这个路径添加进去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这个coder drivers下面这个目录下面这个投文件 好 因为我这里面已经定义过了 我这边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删掉 好 还有一点呢 就要给大家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在这儿呢 是没有使用没有使用指针的对吧 实际上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 我们也可以使用指针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要使用指针的时候 该怎么做啊 然后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指针 就是这个gpliittypedefine的这个结构体的一个指针 因为它是一个指针 我们用p开头 表示它是一个指针 好 我们大家如果这个对c预言比较了解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要使用指针的话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存储空间的一个分配 那么我们这个存储空间如何分配呢 我们用我们的mylook进行分配 mylook它这个空间的大小呢 我们用sizeoff 好 这个函数 那么sizeoff呢 就是我们这个dpliittypedefine 好 大家注意啊 我这用了mylook呢 它这有个报警 就是我们这个警告我们这个没有声明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要使用mylook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引用我们的标准库 c的标准库 好 我们用这个standard label这个库 好 我用这个标准库以后呢 大家看我们这个mylook 它的这个警告呢 就消失就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指针进行复制 好 我们这对它进行复制 比如说我对这个指针呢 那我要求 它的一个管脚是 gpio pin10 我们对这个 led1这个灯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 还是把它配置成一个输出 mode等于plmodeoutputpp 好 它的速度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一个配置 它的一个speed 等于我们的一个中速 好 同样的 我们调用我们的这个hlgpliit这个函数 还是对gplf的第10个pin10进行一个配置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是直接可以引用我们的这个参数 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这个gplinfo的这个指针的这个参数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对这个gplf10进行这个初始化 但是是用的这个指针来进行初始化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对它 比如说我在做这个ledon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是gplf10啊 然后这个ledon的时候呢 就把这两个灯都给点亮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关闭的时候呢 就把这两个灯同时关闭 好 然后呢 我们编译一下 好 编译后呢 进行一个下载 好 这是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执行的一个 状态啊 复下位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两个灯 都在同时的一个闪烁 一个一秒的一个闪烁 同时的在进行 好 实际上呢 我们的这个CM-SIS呢 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操作 大家呢 可以把 看一下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HL这个.C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而且呢 它也说明了 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个驱动 它呢 提供了一些常用的一些 一些应件相关的API 和一些呢 应件相关的API的一些服务 我们来 大概来浏览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可以初始化 我们这个 通过我们这个 HL的这个CM-SIS 提供的库呢 对我们的应件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呢 我们可以 并且可以初始化的 它的主对战 主对战 这是MSP它的主对战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 通过这个 CM-SIS的 提供的这个库呢 实现延时 大家看啊 实现一个毫秒级的一个延时 它就有说明 所以说我们这个延时函数呢 也可以 换成我们这个 通过我们这个 CM-SIS提供的库呢 来实现 因此我们这个延时函数呢 也可以不用来写 这个呢 希望同学们下来呢 利用我们这个 CM-SIS提供的库函数呢 来实现一个延时 把我们这个 代码里面这个延时函数呢 把它换掉 好 这个实验呢 的延时呢就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 我们 来看一下我们这两种代码的一个比较啊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通过操作 这个寄存器来实现点灯 以及我们 通过这个CM-SIS库函数 实现点灯这个代码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代码的这个 可一致性来讲的话 肯定是我们的这个通过这个CM-SIS库 来实现我们这个点灯呢 它的一致性 是更好的 因此呢 它的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一致性 其次呢 我们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 酷函数呢 这个这些函数呢 都是 由厂家 提供的 而且厂家肯定是经过了 反复的一个实验 以及测试 所以说呢 还有更好的一个可靠性 但是呢 我们使用这个酷函数以后呢 相当于我们多了一层封装 我们没有直接去操作我们的这个 寄存器 我们是通过这个酷函数来操作寄存器的 因此呢 这个代码的容量就更大了 代码的容量 代码占用的空间就更大了 然后呢 我们如果使用这个酷函数呢 我们可以不用去了解太多关于我们这个寄存器的一个细节 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大概这个寄存器的功能 就可以了 然后呢 酷函数呢也帮我们实现了一些红定义 所以通过我们直接来使用这些红定义呢 就可以对我们这些寄存器呢进行一个复制 因此呢 它有一个更好的 使用性 可以更好的方便我们的一个编程 因此呢 基于这几点呢 我们在后面的实验中呢 都会以我们的这个 SIMSIS酷函数 来为大家进行我们这些实验的一个 实验代码的实现 以及我们实验的一个演示 好 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科乘5的这个科后作业 这里面呢给大家留了两个科后作业 第一个作业呢 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来写一个更加通用的 一致性更好的一个控制灯的亮面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希望大家思考以后呢 把这个函数呢 能够自己写一下 然后呢 把通过开发板呢 来验证一下这个函数的这个正确性 第二个 课程 第二个作业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以后呢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结合我们这个板上 风鸣器的这个电路 我们要实现 来实现一个小型的一个告级系统 要求呢 风鸣器周期性的响两秒 然后停5秒 我们呢 要求这里大家使用我们这个CMSS提供的这个 酷函数呢 提供的这个延时函数来进行一个延时 好 希望大家呢 能够课后呢 能够认真地完成我们这个作业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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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